大看之下,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只是一行 那它其實是做什麼,道理很簡單嘛 就是一個sab裡面一行程式 這個是儲存格嘛,把後面的公式 其實就是一個字串 所謂的字串就是雙以後開頭,雙以後結束,裡面的這個字 裡面的東西就叫字串 把它丟到哪裡呢?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 所以你們特別注意 在這邊千萬不要把這個等於 跟你以前學習數學的等於混在一起 有沒有,以前1加1等於2,那個等於是把計算結果 什麼 放到後面去嘛 那這個等於其實跟你以前那個等於是 雖然也叫等於,不過應該解釋是怎麼樣 實際上是把後面的東西怎麼樣 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於 跟以前的認知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 很多同學會很容易 這個 confuse 常常問說 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沒有這規則 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把兩個混 混淆在一起 雖然是等於 但是用法用途是不同的 OK 所以基本上應該講說這個等於是把 後面的資料 把它怎麼樣 賦予 到前面去的意思 那前面剛好就是哪個儲存格 所以剛好看到結果就是我們要 所以他等於什麼 把這一串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並且有點像打勾執行一下 那就看到結果 OK 所以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話 處理重複的 重複性的 這個事情的話 那當然就要回圈 那回圈怎麼做 撰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像剛剛講 你貼過來 然後4改成5 5改成6 改成7 改到103 那當然呢 如果說程式要這樣寫 那你就不用學了 OK 所以呢基本上 程式 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就怎麼樣 裡面有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就是幫你重複做 你要把它重複做1000萬次 它也可以瞬間 馬上全部完成 所以我覺得回圈這個東西 就是解決 人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重複做 OK 電腦是 最擅長的 你要叫它跑 再多次數 幾億次 它也在瞬間 而且 坑一聲都不會坑一聲 另外的話 它也基本上不會做錯 會做錯都是人做錯 所以我有時候反而比較相信那個 就是電腦幫我處理完的結果 反而我有時候 人做出來的結果還要再check一下 double check 因為人會 有犯錯嘛 會累嘛 電腦的話 它要不就做不出結果 要不就是 這個 結果一定是正確的 OK 所以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接下來呢 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在這邊呢 產生一個回圈 啊其實道理很簡單嘛 你看喔 它 變化的地方都在 這些地方上面 有沒有 所以總共會有四個地方 那基本上我需要一個變數 就改變這四個地方 其實結果就OK 怎麼寫 1 Step1 這個底下這一行就可以刪掉了 那如何 增加一個回圈呢 好我們 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請你在 Sub 這個底下按一個Enter 然後按一個 按個TAB鍵 習慣上會縮排 盡量不要放一起 放一起這樣看得很辛苦 那 回圈的話 它基本上一般 我們最簡單的回圈 就for回圈 那我for回圈的寫法 1打一個for 後面呢 for 跟他講說for I I的話就是一個變數 這個是自己取的名字 一般叫I 就列 等於第幾列 第四列 空一格 到 103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NAS的詞的是NAS I 所以你一般其實你也可以看到有人打NAS I OK 可是我覺得打一個NAS I 不打沒關係 意思說 先 第一個它會先幫你產生4 跳下一個NAS就5 下一個一直跳 6一直到103為止 就對了 它這個 FOR回圈基本上就是幫你產生這個Range 所以Python以前這有同意學Python其實就Range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敘述的方法不同而已 OK然後再來的話 然後把這個 這一行 搬一般選取的時候拖拉或者你剪下貼上也可以放到這裡來 然後一般習慣就是在FORNAS裡面 然後 然後 會多做一件事情 這一行 會多按一個Tab 也就是下一階 特別重要 程式裡面 要注意一下 階層 為什麼要階層 因為 這樣看程式會比較一目了然 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我會有個I的變數 那將來的話呢 我用這個I去變什麼 變這個 把這個I放進來 那意思就是說 它第一次是 輸出什麼 輸出到 最後把它搬到前面 其實這樣看比較清楚 把它搬過來 然後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我讓它執行 全部執行 有沒有執行 而且它自動幫我從第四列到103 但是 因為全部 都丟一樣的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一直到103 Ctrl向下 都一樣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讓它不一樣的話 需要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I怎麼樣 放到 這四個 裡面就可以了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因為I 它是一個變數 你不能直接說直接把I放到這裡面 因為如果你直接放 它這個I就是一個文字 它就不會是一個變數 這可能 不過我發現這個地方同學最不容易理解 反正你現在放這個 它就是在裡面的自串的一個字就對了 它就不是一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要是一個變數 能夠work的話 它的概念其實跟那個 Excel的公式一樣 你要用串接的 把它怎麼樣 串在中間 然後 我們會有一點 還是要注意 對